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 今天临时开启 汽油柴油每吨均下调75元 全国平均来看 92号汽油 95号汽油 0号柴油每升均下调0.06元 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 50升容量估测 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3元 本次调价是2019年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 出现的第一次下调